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鲁克林塔桥下边呢 这有一家披萨店 就在公园边,这家披萨店很有名 看一看,吃饭得排队 我那好几次来,实际上没有排到 今天人少 所以我在这家吃饭 这家披萨非常好吃,我以前吃过 你可以看,就在这个大桥下边 布鲁克林大桥下边 前面还有 还有四到五桌吧 排队吃饭 这家披萨确实好吃 给大家讲 上面就布鲁克林大桥 上面就布鲁克林大桥 您坐下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单 全是英文 我得先看一趟 一般点披萨 再喝点啤酒 这是我一般的菜单 吃点土豆 我对这边的土豆比较上瘾 这边 它这土豆非常好吃 这个 店人也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 做满了 这家人 开始点餐了 该好 我现在在布鲁克林这儿呢 要喝点啤酒 吃耳披萨 这个店很有名 这个店是 当地的一个景点 你来这吃披萨 你得排队的 这个啤酒 我每次来都喝这个啤酒 这是亮啤 等于是亮啤 给大家看一下周边环境吧 看一下我的就餐环境 人很多 我在外面排了很长时间 对才排到我 现在呢 美国准备把俄罗斯啊 剔除出西方市场 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现在整个俄罗斯呢 如果被剔除出西方市场 那未来呢 在西方世界和俄罗斯之间 就只有中国的一个沟通渠道 另外呢 俄罗斯的很多技术 实际上西方 它必须通过中国才能获取 所以这一点上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啊 是非常有利的 咱边吃边说 点的是啤酒啊 当地的这个啤酒 每次也是来喝这个 它是没有黑啤 可以看上去披萨啊 这是意大利比较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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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意大利比较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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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ologists 你来看这个啤酒吧 特别薄 你看这个啤酒吧 特别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他讲的是这个意大利语 这个店是意大利的 你看我也会说意大利语 我每次去意大利吧 我吃意大利那个披萨 就和这个披萨是一个味道 就是真正的意大利披萨 它是薄 那个皮特别薄 薄薄一层皮 料馅也不是特别厚 但是有味道 加了很多的这个料 我这点了青菜 最近也减肥 所以不敢点那个肉特别多的 但是这个披萨却好吃 我告诉大家 这个有一种什么的香草的味道 咱边吃边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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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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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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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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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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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